今天我们就讲如何看海图 首先,什么叫海图呢? 行山的朋友一般都会在行山之前 透过地图里面等高线的距离 来了解山的地形情况 又会看看哪里有行山小径 地标等等 所以当我们航海的时候 就要看海图了解海底的情况 例如水深、航道、地标 和海哪里有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来确保航海的安全 之前我上载了几条风帆训练班的短片 今天就讲一下如何看上课时的海域海图 如果各位有兴趣看 训练班的几条片可以在上面标签看 现在萤幕显示着的就是海市柱网站看到的海图 你们看到海图的解像度很低 无查查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要找回真正的海图来看 留意海市柱网站有卖电子海图 但是电子海图不是纸海图的电子版 而是S57的电子海图数据 是用S57解码的电子仪器才可以看到的 是用来给航海、导航机之旅用的 首先我们可以在海市柱网站找到一张海图 搜导 它标示了香港不同海域对应的编号的海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短片下面 内容的欄看回网站 我们想看紫海图是有几种方法的 第一就是去海市柱买 255元一张 但是如果不想花钱 其实还可以选择去香港中央图书馆 5楼的地图部 不过那张海图是不可以拿走 但是用来学一下也OK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有海图了 那我们其实是否可以开始看呢 其实都未得住的 因为我们还要下载一本叫做海图一号的书 本书是写了香港海图上面的符号 略语和术语的参照 我们训练的第一天就是在大台湾 那应该就是对应HK2502的海图 那看着海图对应着海图一号符号的意思呢 我们就明白了海图上面的符号的代表 例如说我们看海图的左上角 就会见到海图的编号是HK2502和WS84 那WS84呢就是代表海图是用着1984年世界大地的测量系统来做的 而海图左上角的比例尺 它有海里和米 来做单位的 那这里就是大潭和军中心 而海图上面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圆圈的东西 其实那些就是鲁鲸花来的 因为地球不同位置是会有不同的磁场 而它们是会影响了指南针的 所以我们航海的时候 是要用鲁鲸花上面的磁叉 加入指南针上面的方位 来计算正确的航向 那我现在就跟着海图一号 里面对应的符号意思 去标注大潭湾海域的海图标志 然后我们看白沙湾潭华镇海上活动中心附近的海图 这里就是白沙湾潭华镇海上活动中心 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出去就看到一个码头呢? 经过码头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蓝袍 经过码头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蓝袍 然后我们就去鱼排附近玩 这个黄色的十字是代表特殊标记的意思 它有什么特殊呢? 那就要塗海图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like、分享、订阅和follow我的频道 下条片再见 拜拜